Hello,大家好,我是苹果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这边在栽栗枝 我们的栗枝是非子孝品种 目前的话这些也还可以 还不是熟过头 有一些刚熟一点 大部分的话是比较红,比较熟一点 这几天的价格的话是7块钱左右 我们这边是茂名华州 目前的话在湛江雷州那边的话 白狼鹰是11块钱左右 然后非子孝也是7块钱左右 然后我茂名地区的话 这个白狼鹰是10块到13块之间 然后非子孝的话是6块到8块之间 大部分都有7块左右 好一点呢 就是比较特别红一点的这种栗枝的话 可能会有8块 就是果形果串 就是那种短果税 短果税这种紧凑型的可能这种果税的话 就比较贵一点可能就8块10块都有啊 啊像这种长果税的话就是比较零傻 啊一个果税里面就啊六七个果七八个 啊像这种就是什么大家也看到啊 这些还不够熟啊 今天呢 那就是啊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粒枝价格啊 啊目前的话大部分上市都是白狼鹰跟这个非子孝嘛啊 大家看一下 然后在广西那边现在上市都是三叶红比较多 三叶红的话两三块钱啊 这个没法比啊 那那个三叶红 所以广西就不要种早熟粒枝了 你看你那边三叶红现在才生熟啊 才两三块钱都谁都不想吃你那边的粒枝 特别是三叶红啊 然后现在海南的基本都摘完了 那已经没什么报价了 海南那边啊 可能还有一点那种粒枝王啊啊 紫粮喜紫粮喜的话 后面这几天价格的话 就是二十块到二十二块之间啊 后面降了很多啊 今天呢 主要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粒枝价格的事啊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今天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宾格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